这是农场的作业区 前面这边都是属于这个香蜂草 后面有一些我看不清楚 我不想是欧丝草还是当归 右前方这边圆圆的有一棵是五花果 五花果后面是药薯葵 药薯葵后面那边就是粉红色的这个纸椎花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我们的一个合作农场 它是在这个奥罗冈州的南部很靠近这个加州边境 可能它平常一般人都不会进来 那因为我跟它合作十多年 所以它特别让我进来它的农场 我十多年来的时候它这个纸椎花还没有长这么茂盛 今天纸椎花非常的茂盛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多的蜜蜂在我身边围绕 你只要不要轻挠到它们 它们都不会咬你 你看这纸椎花长的都已经快跟我一样高了 至少150公分左右 那我们家的这些药草呢 有像纸椎花啦 还有很多的像有机的玫瑰 都是从这个农场所生产出来的 像药薯葵也是 所以我们家的药草品质是特别好 而且效果特别的这个有效这样子 因为这个农场非常在乎它的土地 它们没有用农药 而且是有机认证 甚至对员工都是非常在乎的 正在乎的时候 用农药的盐 那是没用农药的 但是我们在乎的那种 在乎的时候 我们现在用农药的盐 很轻松 我们现在用农药 我先用农药 做完整的 但是我先用农药 做完整的 感谢观看